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白宫发钱计划具体细节的新闻 美财长姆努钦此前提议 计划向疫情受影响的美国人发放现金支票 以便在航空公司大幅削减航班 餐馆仅限外卖 而体育馆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停业时稳定民生 尽管尚未公布最终措施 但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白宫考虑向部分美国人提供高达2000元的支票 以及为小型企业提供3000亿元的支援 尚未公布的措施与2008年的7000亿元的银行纾困法案 或者2009年的近8000亿元的复苏法案类似 但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纾困计划 白宫考虑向个人发放两张1000元的支票 据两名高级行政官员爆料和财政部资料 白宫官员正在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 以拟定一项紧急刺激计划 包括向许多美国人发放两张1000元的支票 据报道 目前兆益纾困计划将寻求花费5000亿元 用于支付给符合条件的个人 有些人如果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则没有资格 财政部大纲显示 考虑从4月6日开始 然后在5月18日分两次等额支付这笔资金 每次1000元 另一封财政部信函显示 付款金额将会根据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 进行固定和分级 然而一切尚无定论 具体金额仍可能发生变化 白宫表示 他们倾向于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提出的 1000元支票的想法 尽管并非一定是这个数目 高收入人群也可能无法受益 当被问及金额是否会因为收款人的收入而已 或者每个人是否会收到相同的金额时 姆努钦表示 很明显我们不需要给那些年薪100万的人寄支票 对吗 这项计划仍然需要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 许多民主党人已经表示 他们将支持发钱计划 向受疫情影响难以支付账单的美国人提供现金救助 两党经济学家都同意向所有美国家庭邮寄至少1000美元的支票 作为抵消经济活动急速放缓的最快方法 自由派智囊机构 经济政策研究所 高级政策分析师希尔·霍兹表示 我们需要付钱让人们待在家里 该组织预测 如果没有庞大的刺激计划 到今年夏天 美国经济可能会失去300万个工作岗位